我资金链真正断的是2020年初 负债是八位数 就短短的三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你知道我是从今年九月份从我的别墅搬出来了 然后的话我叫了三车搬家公司 从北京拉到了大连 我其实心里能接受 但是我看着孩子那个不舍的眼神 我真的是太难过了 我问他我说你离开北京你能接受吗 他很快地给我一个反应 我不能接受 你知道那一刻我真的太难受了 我叫周不器 今年40岁 在我收益最多的时候 我的存款 就是我能支配的存款将近 就是用房年龄的话是一个小目标 将近一个亿吧 我资金链真正断的是2020年初 负债是八位数 就短短的三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在北京最好的时候 我手里有一辆宾利 有一辆法拉利索巴 而且当时我还买了好多房产 我在澳洲也买了房 我在美国也买了房 我在日本也买了房 甚至我在泰国和一些小东西亚国家都买了房 我两个孩子在北京上国际学校 他们的开销你可想而知 我每个月贷款是六位数 也就是说意味着我在现金流 如果有一天断的时候 我这些贷款都还不了了 就现在我在想 人最大的错误认知 就是他觉得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到2019年 然后我就回到了我自己最早熟悉的这种层 我注册了四个品牌 全国各地投 还没有落地的时候 口罩就来了 最早我对这个事件判定 其实按照03年那件事情来 我觉得他周期不会很长 然后我做了一件非常愚蠢 到今天看来非常愚蠢的事情 我逆势扩张了 我最后花了一千多万 把这件事也完成 第一年我还很自信的 因为我的资金链还足以能够支撑 就是一拖拖到第二年的时候 我心里有一些没底了 我还觉得这个事情 没有想象那么简单了 就当你没有收入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的资金慢慢减长的时候 你就会压力很大了 我就会觉得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 尤其盲目头的一些小项目就失败了 然后反而加剧了你这种 就快速这个资金链 我从2022年1月年初吧 然后就大概知道大势已去 然后的话整个行业是颠覆性的 因为不止我一家 那么多大鳄都已经倒下的时候 作为我们这种中小的话 你不可能是能够翻盘了 就在家思考了 大概有半年多 没有出门的几乎 你知道我原来是不抽烟的人 你知道我现在一天多少几包烟吗 三包烟打不住 而且我抽一个烟只需要30秒 我原来每年体检两次的 现在三年没体检了 我都不敢体检了 我原来眼睛是有光的 现在眼睛已经没有光了 半年多没出门 就那种状态 愿起还是众多疑狱 我甚至想过自身 我直播的时候 一千多人给我鼓励 我每天私信两千多条 你接受到了那个鼓励了 但是你知道 你改变不了什么 你知道我是从今年九月份 从我的别墅搬出来了 然后的话 我叫了三车搬家公司 从北京拉到了大连 我觉得就是 那一刻我其实心里能接受 但是我看着孩子 那个不舍的眼神 我真的是太难过了 我问过他 我问他 我说你离开北京 你能接受吗 因为小孩是童言无忌的 他很快地给我一个反应 我不能接受 就这种 你知道那一刻 我真的太太受了 哎呀 如果人生按照四十岁来 作为飞行领的话 其实我四十岁的前半生 太顺了 第一桶金是在 我刚毕业的时候 2002年刚毕业的时候 然后我代理了 国外一个软件 然后在国内做销售 是配套汽车的3D软件 第一桶金赚了多少钱 几百万 2003年 然后我在当天就买了房 买了车 自己感觉很漂亮 很不真实 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女朋友 她在那个传媒大学上学 然后我剩下的钱 在那开了一下餐厅 其实说了你都不相信 我从第一天开始 就开始排大队 一直排了将近一年 我当年就挣到1000万 因为我在传媒大学 她离市区比较远 那时候连地铁都没有 我把她加了一个 那个就是晚上一个酒吧的范围 因为我刚从大学毕业 我知道学成要的是什么 因为她就是太需要这种环境去释放 就这种生活过了大概有三四年 就是你挣钱特别容易的时候 你花的时候就眼睛都不眨 因为你觉得明天还会整出来 就很稚嫩 很嚣张把布 可不可一世 我当时就把那车卖掉了 换了个跑车 经常在二外和传媒大学 街道上看到一辆黄色的酷拍 然后呼啸而过 那就是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冒上来那么多朋友 总之身边总是陪伴三四个朋友 然后捧着你 然后说好话 然后就是晚上带他们去消费 我觉得我想证明自己 我不想让人家就是低看你 就那种状态 我觉得这是心里 这浅层的一个自卑感造成的 然后因为传媒大学 它是个艺术院校 很多比如说主持人啊 包括电视台行业的啊 影视圈的啊 回来很多人在这有业务上的往来 然后我通过这个载体 认识了很多 就跟我将来做的行业 有相关的一些人脉和资源 我在15年成立的影视公司 经历了2014年到2018年 差不多四年的这个 眼见它大楼起 眼见它电楼落的那个过程 我最后一部电影 我们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它集权了我们可以说行内所有能拿到的所有的资源 我们的我们公司最多的时候将近100人 连演员一人站在一起 很浮躁 非常浮躁 这个就是我们从一个项目拿到手 到拿到资金 建那个投资人 整个过程可能只是一个酒局就搞定了 就是我们连剧本都没有 我们只有一个雏形的一个故事梗概 那时候我们还拿到了风投 拿到了投资 我们就没有天使轮 直接是A轮 直接A轮拿到了几千万 都不觉得是真的 当然感觉就是有点 有点懵 那个过程太 就是你太容易得到结果的时候 你会很懵 我当时就在我们那个小群里发了个红包 因为当时只有200的限额嘛 我一直发到2万块钱红包 就不停的发 不停的发 形成了一条那个红包的长龙 我那段时间非常忙 我在各种参加各种圈内的也好 圈内也好 什么项目交流会 光电影节就参加了很多 因为每天晚上就是不同的局来传来传去 你今天就是晚上住在这个酒店 明天住在那个酒店 让这样的人醒来 昨天发生什么都忘了 有时候晚上在一起交流的时候 大家介绍我的时候 这是某北京某电影公司著名的投资人 但是再往下介绍就说不出来了 因为我没有一个像样的作品都拿出来 当时就是因为那个 范冰冰事件 然后整个国家对整个影视行业的这种乱象 采取了一个就是叫停吧 然后我觉得不是我们是整个行业 因为我们公司在那个长阳路的那个同流电影产业员 整个从东四环到东六环 光像我们这种所谓的文化产业员 就多达20个 基本上都涵盖了整个影视行业的一个人才 然后现在大家从业者基本上 要么就是已经 人已经找不到销声匿迹了 要么就改行了 然后彼此之间也不再联系了 因为大家知道日子过得都不好 我在家人面前没有掉我一滴眼泪 我只是躲在自己 自己躲在洗手间的时候掉我眼泪 我在直播的时候掉我眼泪 就我所有的掉眼泪的过程 都不是因为我自己 都是要么说到了家人 要么说到了父母 要么说到了孩子 我觉得我特别无能 我特别无能现在 这种状态就是 这一刻我才真正能认清了自己的能力 那句话怎么说的 凭运气挣了钱 凭实力亏掉 真的是这样 很少 没有 张不开嘴 就是我在别人印象中 是一个天上的一个角色 我不想让他这个时候看到我这一面 落魄的这一面 尽管被动他有可能会知道 但是我觉得我不想 拉不下来的脸 我今年从九月份 搬到大连之后 我突然 就是因为之前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没跟家人这么长时间的生活在一起 我总是那种出差的状态 然后我当跟家人真真正正生活了大概有三个月吧到今天 我觉得真正体会到家庭的温暖 每天当孩子早上叫醒你的时候 你所有的阴霾就是已经 先碰到脑后板 之前我的家庭关键很淡 包括孩子 我老大从小学到 直到五年级 我几乎都没有参加过他家长会 都是妈妈去或者老老爷去 我没有去过 你的基本在什么时候接受了你的事情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他是我唯一唯一到今天来说唯一的财富了 因为他是从我我们俩结婚到现在唯一的精神支柱 我只有唯一这个人可以完全倾诉的人 就是他 那时候跟我老婆的状态是什么 晚上刷小红书 刷到哪个里面 哪个好玩 第二天就开始筹备买张机票去了 就这么一个状态 现在的状态是 路过一个喜马克买杯咖啡不舍着 然后就路过一个旁边一个711买瓶矿泉水 可能咱们这个短视频播出的时候 我可能会在美国 自媒体创业 直播 加短视频 比如说底层生活 刷碗 开Uber 甚至再摆地摊 因为这些事情在国内 我相信我是拉不下脸来做了 我只有换一个环境 在一个所有人都不认识我的地方 重新开始 你看我的名字叫周不气 我最早发第一条短视频的时候 我的名字叫周不乐 那就是我真的是 我真实的心境 就是我发第一条短视频的时候 特别奇怪 我那条短视频上了小热门 可能就是说大家从我的短视频里 找到了一些共鸣的点 我觉得人生不到走入终点那一天 都是过程 我还有经验 我的能力还在 我觉得我一定能重新站下来 这是时间的问题 只要我不放弃 没有人可以让我放弃 我想让你像我Bovi 在环境中 实际上